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尔西斯卡的儿子和女儿在他去世后收到了他委托给律师转交的信件 以及将他的骨灰洒落在罗斯曼桥的遗嘱来祭奠他短短四天却尘封心底多年的爱情 他的女儿和儿子阅读着他遗留的信件 掀开了他仅仅四天不为人知但却刻骨铭心的爱情的同时 也发现了那个与他母亲同葬罗斯曼桥的男人 那个致死母亲都难以忘怀的男人 男女主人公因罗斯曼桥而结缘 罗斯曼桥宛如他们的定情信物 寄托着他们在人们眼中足以引起指责的越轨和羞耻的爱情中的坚真永恒理智 以及情感深厚的一面 男主罗伯特用他诗和远方激起了福朗西斯卡内心的波澜 使福朗西斯卡在那一刻抛开了繁杂琐碎的生活 带给他的寂寞 勇敢的走向了爱情 镜头前的女主人公 福朗西斯卡如花般的笑颜 内心的情愫不断扩散 心中的爱情含苞待放 此时的福朗西斯卡是被爱情滋养的模样 水中月是天上月 眼前人是心上人 镜头后是难住深邃的眼 那一瞬间就在此刻定格 多年之后 福朗西斯卡拿起此刻拍下的照片 思念着镜头后的那个男人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那一刻美得让人心碎 罗伯特毫不避讳的表达爱意 成了男女主迅速坠入爱河的诱因 罗伯特说出了自己对于福朗西斯卡的为爱一生的诺言 承认了自己心中对于这份爱情的坚定 男主罗伯特发出了爱的邀约 让女主福朗西斯卡直面内心跟随爱情走出生活的牢笼 女主在爱情与责任中间徘徊 艰难的作者抉择选择爱情他将溃于他的家庭 选择责任他将溃于自己的内心 每一个选择的结果都将必然伤害到他深爱的以及深爱他的人 女主福朗西斯卡选择了责任 在这四天中他给相逢以情爱 给情爱以欲望 给欲望以高潮 给高潮以示意 给离别以惆怅 给远方以思念 给丈夫以温情 给孩子以母爱 一切都安排的那么好 只给了他们四天的时间相爱 当一切都步入正轨 那份爱情随着时间在男女主的内心封尘落上尘埃 女主福朗西斯卡在平淡的爱情中守护着她的家庭 陪伴着她的丈夫 直至生命的尽头 女主福朗西斯卡的儿子 遵照母亲的遗嘱 将福朗西斯卡的骨灰撒在了罗斯曼桥上 给往事以隆重的回忆 给死亡以诚挚的悼念 给仙人的爱以忠心的理解 好了 想看更多精彩电影 请订阅我哦 我们下期再见